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馆长聊影,我是张馆长 今天我想聊一聊美剧兄弟连中的主人公 曾经在美军101空降师506团一连 担任连长的理查德·狄克·温特斯 他不仅是一名作战勇猛,战术得当的军官 荣获杰出服役十字勋章,两枚童星勋章和紫星勋章 温特斯同样是一名备受士兵爱戴和推崇的上级 毫无疑问,他在诺曼底登陆以及后续的作战中 完全可以用传奇般的英雄来评价他的军旅生涯 1918年1月21日,温特斯出生于比西法尼亚州的小城兰凯斯特 1941年取得科学和经济学学位之后 于当年9月份加入美国陆军 当时德国正在进行巴巴罗萨行动 而美国奉行保持中立的孤立主义 但战争的阴云不仅笼罩在欧罗巴的上空 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无数的美国普通人加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 在美聚兄弟人的开头 一位为老兵回忆当年参军服役的场景 为什么要加入空降兵部队成为一名散兵呢 他们的回答看起来很诚恳 普通的陆军士兵津贴是50美元 而散兵的待遇是在此基础上在多拿50美元 当然更够的待遇意味着更严苛的训练标准 和将来险恶的作战环境 艾森豪威尔希望将161空降师打造成一支战斗力过硬的钢铁之师 并利用散将作战的灵活机动 在战术上发挥出其不意的突袭效果 1942年7月 温特斯从乔治亚州的后部军官学校毕业 被授予少卫军衔 他迫切的希望加入空降部队成为散兵 后来被上级调往乔治亚州的托克阿训练营 加入了101空降师506团一连接受散兵训练 于是就有了美聚兄弟连中我们看到的一个个故事 在时任一连连长索贝尔的带领下 一连的士兵们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繁重的训练任务 以及连长索贝尔不尽人情 甚至吹毛求疵的管理风格 裤脚的褶皱 生锈的刺刀 未经允许的私人物品 丁点的小事都可以成为士兵被索贝尔训斥的理由 当506团其他连外出休假时 一连依然经常进行夜间负重行军 以及跑步登上训练营附近的格拉西山 去三里回三里 这句跑步的口号是每位老兵久久难忘的回忆 从这时开始 一连的兄弟们互相激励和搀扶 通过了一项项体能和跳伞训练 我们的主人公温特斯一开始 在一连二排担任排长 出色的带领士兵完成训练任务 让506团团长辛克颇为欣赏 并将其提拔为中卫副连长 但小肚鸡肠的索贝尔就想尽办法折腾温特斯 安排他管理吹屎班 一连的士兵们难得吃到意大利面的那个段落 索贝尔顾忌重施 大家刚吃上几口 又被要求跑步上山 一旁的温特斯禁不住抛出白眼 但是更让一连将士与温特斯担忧的是 索贝尔这位连长在演习中昏招贫出 看不懂军用地图搞不清状况 多次犯下低级错误 擅长模仿别人口音的乔治鲁兹 假装成上级命令索贝尔前进 惹得所有人差点笑出眼泪 随着一连来到英国奥德伯恩准备作战 温特斯和上级索贝尔的矛盾愈演愈烈 因为不堪忍受后者的无端指责 温特斯终于选择拒绝妥协 要求针对索贝尔的指控交由军事法庭处理 让索贝尔惊讶的不仅如此 一连的NCO们也就是众多士官 这一次纷纷站在温特斯这一边 集体向团长辛克发出通牒 除非撤换连长索贝尔 否则他们将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 尽管团长辛克非常恼火 认为他们集体违反纪律无异于滑变 但是也明白索贝尔已经无法继续带领一连 和下属恶劣的关系 不得不让辛克将索贝尔从一连调出 去出任附近一所散兵学校的校长 索贝尔无疑是一名优秀的教官 一连多次进行的夜间训练和行军 高强度的体能拉链 在后来的战场上 一连能够取得突出的战果 和当初的训练有直接关系 索贝尔熟练掌握各种理论知识 却在遇到实际情况手足无措 尽管他的刻薄和小气 让一连的大部分人觉得无法忍受 但他们也从不否认索贝尔出色的训练成果 随后一连迎来了第二位连长米汉 但是在诺曼底登陆的作战中 他所乘坐的C47运输机被敌人击落 不幸阵亡 温特斯成为了一连当时军阶最高的军官 不得不暂时代理连长一职 尽管夜间的散将 让一连的许多人散落在诺曼底的各处 温特斯很快就带领一支小队 拿下德军位于布雷库特庄园的炮兵阵地 出色的战术布置与配合 此役也成为了西点军校的著名战力 诺曼底登陆的这一页 很多散兵在降落时丢失的枪械和装备 温特斯就是其中之一 收起降落散之后 他发现弄丢了步枪 但依靠指南针和地图 迅速掌握了自己的方位 沿途集合82空降师的少数散兵 顺利抵达预定的集结点 D-Day这一天 对于每个一连的士兵来说 既短暂又漫长 他们终于迎来长期做军之后的真枪实弹 但缤纷的炮火和残酷的战场 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在第二集的末尾 温特斯看着不远处天空炮火的光亮 内心暗暗向上帝感恩 感谢上帝在这一天的眷顾 并祈求可以撑到登陆第二天 如果真的可以撑到回家 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平静的度过自己的余生 通往法国小镇卡朗塘的公路 两边是长满野草的路沟 也就是在这里 一连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巷战 面对德军的MG42机枪的猛烈压制 又是温特斯奋不顾身 命令所有人远离路沟 从两翼包抄接近敌人 一连出色的小队配合 顺利拿下卡朗塘 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不断有战友的牺牲与负伤 但一连的兄弟们始终彼此依靠 出色的战斗成绩 让温特斯于1944年的7月晋升上位 盟军的市场花园行动并不成功 尽管506团在安因霍温 接受居民热烈的欢迎 但很快在前进道路上 遭遇到德军装甲式的顽强阻击 一连的许多人员伤亡 包括我们的X教授麦卡沃伊 他在兄弟连中扮演了一名补充新兵 公养康普顿在战斗中被子弹打中屁股 这也似乎成为一连的一个传统 接着就是第五集 以温特斯的视角展开 在荷兰十四路口的战斗 他带领着不足20余人的小队 成功阻击了德军300多人的队伍 在撰写事后的战斗简报时 温特斯不停地回想起当日的情景 他一马当先冲在队伍的最前 击毙了德军一名年轻的士兵 这也成为了他心头不能忘怀的瞬间 对方年轻 稚嫩的面容 明显只是一枚少年 是法西斯发动的这场残酷战争 使得温特斯不得不扣响扳机 夺去对方年轻的生命 在这一集的末尾 101空降师按照上级的部署 即将前往比利时的巴斯托涅 此前温特斯再次得到提拔 成为506团二营的副营长 他被告知 前往巴斯托涅 可能要面对德军的包围 温特斯坚定地回答 我们是散兵 注定会被包围 在巴斯托涅的冰天雪地里 一连此时的连长 已经不是温特斯 而是师长泰勒身旁的红人戴克 这位新任连长基本不在状况 莫名其妙的巡逻任务 害得不少人丧命 他和士兵们的关系疏远 很多次作战部署时 他都声称去师部开会 交由手下的几名排长和军事长来安排 在进攻服役的突出部战役中 戴克面对德军的机枪和炮火 彻底傻眼和崩溃 在后方看着死伤惨重的一连 温特斯恨不得自己上去战斗 团长辛克大吼着告诉温特斯 他现在是二营的副营长 温特斯于是指派 另外一名传奇式的人物斯皮尔斯 紧急撤换发蒙的戴克指挥战斗 我们的这位一连新任连长斯皮尔斯 不仅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并且在战斗中勇猛的穿越敌军阵地 和友军街头取得联系 更让所有人惊讶的是 他又一次穿过敌人防线 回到本方 巴斯托逆了严寒 让一连的每个人记忆深刻 彻骨的寒冷和德军猛烈的炮火 让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战友牺牲 目睹了乔治托伊和比尔瓜内尔 被炸断双腿 身体健壮的前橄榄球手 公扬康普顿 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崩溃 不得不退出战斗 一直希望缴获鲁格手枪的胡不勒 好不容易从一名德国军官那里 搞到一把 却因为放在裤兜里不慎走火 击中自己的大腿动脉 流血过多身亡 经历严酷考验的 不仅是一线作战的士兵 包括军衣尤金罗 不得不时刻面对鲜血淋漓的负伤战友 以及看着他们 一个个走向生命的终点 野战医院结识的当地姑娘瑞尼 使军衣罗在这段苦涩战斗中 难得一见的温暖 可是在敌人的轰炸过后 家人已逝 留下的只有一块小小的头巾 好在欧洲的战场大局已定 在得到友军持续的增援之后 一连此后 再也没有遇到巴斯托涅突出部 那样的苦战了 不过在法国的一次抓俘虏的行动中 面对团长辛克的命令 温特斯不得不安排一连的士兵们 蹚过冰冷的河水 到德国人的观察上执行任务 第一次抓到了俘虏 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团长辛克命令再安排一队人 去河对岸抓获俘虏 但这样的作战又有什么意义 温特斯索性瞒着团长辛克 偷偷命令一连的士兵不再冒险 而是好好修整 让自己的好友尼克松编造作战简报 虽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违抗命令 但他的这个举动避免了无谓的牺牲 又一次让一连的将士感到暖心和体恤 战争来到了尾声 温特斯被提拔成506团20营长 很快军衔被提升至少校 在进入德国巴伐利亚的一处城镇时 一连在森林中发现了一处犹太集中营 驻守了德军刚刚离开 留下众多枯瘦如柴的犹太幸存者 以及堆满火车车厢的尸体 面对这样的惨状 所有人都不禁沉默起来 而当团部医生要求所有犹太人 暂时返回牢社时 作为翻译的犹太大兵列布戈特 向众多同胞宣布这个消息 经历过法西斯迫害的人们发出悲鸣 让列布戈特不禁留下痛苦的泪水 温特斯的好友尼克松酗酒成性 他之前在这座德国小镇上 走进一间德国夫人的家中 打翻了桌上纳粹军官的相框 引来这位纳粹遗孀的怒目相对 而当美军要求所有城镇居民 来到集中营帮助处理尸体时 尼克松再次遇到了这位女士 这一次她的眼神中没有灵力与傲慢 而是一种难以自持的愧疚 后来温特斯所在的506团 顺利登上纳粹的英朝 贝西特斯加登 并将纳粹高官珍藏的美酒 赠予好友尼克松和其他士兵 接着他们来到了风景如画的奥地利 接受当地德军的正式投降 并最终等来了二战的结束 正如温特斯在兄弟莲末尾所说的 在101空降师撤编之后 他回到国内 在好友尼克松的企业任职 并在朝鲜战争爆发时 重新受到征召成为教官 不过温特斯认为 自己已经见证了足够多的战争与暴力 说服了军方人士 最终没有踏上朝鲜的战场 而是回到宾夕法尼亚的一座小镇 就像他之前所期望的平静度过了余生 如何评价兄弟联中的温特斯 在一联的兄弟们眼中 温特斯友善 谦虚 果敢 冷静 身先士卒 瓜内尔回忆这位曾经的连长 战场上每次喊冲锋时 温特斯都会冲在最前 从未退缩 贝比赫弗伦也曾这样评价温特斯 他是我所见过最伟大的军人 和了不起的指挥官 他拥有战场上所需要的一切要素 胆量和头脑 更重要的是他很照顾一联的兄弟们 在兄弟联聚集的最后一幕 年迈的温特斯引用军事兰尼信中的一段话 我的孙子问我一个问题 爷爷 你是大战中的英雄吗 温特斯的嘴唇微微颤动 眼眶似乎有些湿润 但又带着坚定的口气说道 不是 可是我和英雄一起战斗过 我和英雄一起战斗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